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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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熱热辣辣 紫外線都特別毒辣 紫外線當中的UVA會曬傷皮膚 而UEB就會卓霜眼睛 所以眼睛的防曬都不容忽視 紫外線對眼睛的傷害 其實可以分為急性和慢性 急性時是很短時間 很高亮 強光的照射 例如有機會導致急性角膜發炎 或常稱是雪盲症 因為角膜接收了大量紫外線 導致角膜上皮細胞壞死脫落 暴露了神經末哨 病人會覺得眼紅眼痛 不斷流眼水 眼打不開 急性的眼睛灼傷 如果在角膜表層可以逆轉 大部分人都好得上 有支援性的治療 例如剛才所說的 潤眼藥水 消炎藥物 給充足時間休息 角膜的上皮細胞 就會慢慢生出來 除了急性的紫外線傷害 更常見的是慢性灼傷 紫外線中的UBB 由3至5成會被眼角膜吸收 剩下的會被眼球中的晶體吸收 小部分的UVB會進入視網膜 影響黃斑點中間的感光細胞 長期受UVB照射會令眼睛出現病變 導致視力受損 退化 長時間照射紫外線 有機會導致角膜上 和結膜上的變化 生逆狀老腰 也會因為精體內的蛋白質吸收紫外線 導致蛋白質由透明變得混濁 形成白內障 最後就是長時間的紫外線照射 也會影響視網膜上的感光細胞 加速了黃斑病變 導致有腦簾黃斑病變的病發 但如果是黃斑病變的話 可逆轉性就比較不能預計 有些人可能是輕微的黃斑水腫 隨著水腫散退 視力可能會得到百分之一百 但如果是比較嚴重的黃斑病變 例如黃斑出血或是黃斑裂孔 相對可以逆轉或自我修復的情況 就會不太樂觀